来自夏威夷的小吉他乌克莉莉 外形可爱轻巧 声音优美 在台湾掀起了一股学习风潮 今天下午在台北市西门厅 就有一场千人弹奏乌克莉莉的活动 来自夏威夷的乌克莉莉王子布鲁兹代 与台湾著名的吉他诗人董运昌 和不同年层的大小朋友 举办了一场乌克莉莉音乐派对 一年听 二年级 六十五人 弹起乌克莉莉 65岁的王爷爷 脸上展露笑容 来自夏威夷的小吉他乌克莉莉 造型轻巧可爱 声音优美 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大小朋友 都想要亲自体验 造型还蛮可爱的 就是听说很容易上手 所以就选 因为它很小巧 携带方便 所以就是亲子也可以同乐 乌克莉莉业者 特别发起千人弹奏活动 邀集玩家们与夏威夷的 乌克莉莉王子布鲁斯导带 台湾著名吉他诗人董燕昌 在西门廷红楼 要和大师来一场乌克莉莉的音乐派对 它是一种更深的音符 就像一个小小的吉他丝 有很多小小的吉他语 有很多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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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起来的文化 有很多文化的文化 以为我认为这种 我愿意分享 我愿意分享 这种感觉 与台湾的感觉 与台湾的 台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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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是越来越多 所以我们在网路上面的号召 没想到的 超过有千人的进行的报名 虽然周末午后烈日当头 想要一堵夏威夷 乌克莉莉王子 现场演出的玩家们 顶着艳阳 也甘愿 新唐人雅台湾是 李富山李晶晶 她们特别报导